昨天本土確診人數 各位 亞洲第一高 嚇到了吧 曾經的防疫模範聲 我們昨天的本土確診人數是 亞洲第一高 高到外媒已經開始關注了 外媒示警 台灣的疫情 第一死亡是假象 因為我們解封太快 而且我們的政策且戰且走 接下來外媒警告 我們可能會面臨 大量的死亡案例 永明姐 是 我覺得現在最讓人 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快篩試劑買不到 政府所認證的醫院的PCR 檢測的能量有限 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要說陽性視為確診 或者是你陽性還要做PCR 你才會去認定案例的時候 我們卻要呼籲有相當一部分人 他也不是不想確定我是陽性還是陰性 他根本沒有辦法檢測 他不管是自己想要自立救濟的檢測 還是希望醫院能幫他檢測 我們一天就是做不完 那麼多的檢測量的時刻 結果剛才逸臻才講 重點是我們在這麼多的黑樹 有這麼多的人 根本沒有辦法檢測的情況下面 我們竟然還衝到亞洲第一 這件事情還不讓大家覺得擔心嗎 可是在這個時刻 我們又看到了我們的政府 因為完全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 之前我們不管在我們中天蠟碗報 這個節目 請了多少專家學者 來跟大家解說 或者是我們在各個節目 大家的警告跟評論 大家有評有據拿出數字 別的國家的案例 苦口婆心的勸這個政府 結果這個政府不動如山 完全不做事 完全不做準備的政府 今天就已經完全洩漏了他的底牌 他現在在這個時刻 剛才外媒都會評論 你過早的解封 結果現在為什麼政府 連隔離的時間都一再的放寬 甚至連匡列的接觸者 他通通都已經放棄了 他只做確診人 跟他同住的親密家人 原因何在 原因就是因為政府現在 不敢面對這個現實 就是確診的人數這麼多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他的醫療系統 他要保基層醫療 所以是不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還沒到高峰 但我們的醫療量 已經快要接近崩潰 我們現在要控住 現在我們的醫療 包含最近幾天的 這個所有的新聞跟數字 我們七層的醫療的護理人員 已經快要被累死了 對不對 甚至有傳出說兩位護理師 要照顧百人以上的 這樣的驚人案例 然後整個急診室的人員 處理的 第一個他們是真的很可憐 然後又一直出現在急診室 得不到治療 不管是因為新冠肺炎 或者其他案例而死去的 譬如說在這次最 讓母親節最難過的 就是一失兩命的 媽媽跟懷孕的小孩 死亡的這個案例 對 這個事件現在大家很難說 他是不是也是因為 醫療資源排擠的問題 因為當然今天新聞是說 他們一發現確診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進入到重度了 然後所以搶救無效等等 可是前面的從輕症到重度 到重度的中間 這個環節有沒有問題 我這裡我就跟我們的 各位好朋友 各位網友 分享一個我自己助理 他因為同住家人 小朱確診 然後所以他跟他的兒子 都陽性 然後他們開始兩個人 單獨去隔離之後 發生的狀況 按說他是被政府記錄有案的 收到居隔通知書的案例 按照我們現在本來的理解SOP 是不是應該他就要得到 居家的照護 全部沒有 當他發燒又發病 然後渾身不舒服起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辦法得到 來自政府的任何協助 是 他還是透過親友的過程 找到一個中醫診所 然後願意跟他視訊連結 然後開水間藥給他 他的症狀才變輕 也就是說 我們從很明確的案例裡面 就可以看出來 譬如說他是到醫院 他是確定得到PCR陽性 但問題是 醫生一樣沒有辦法開 給他對症處理 新冠肺炎的藥 頂多就是跟我們藥房 買到的成藥 什麼普拿藤 感冒症 對 什麼 什麼去熱藥 或者是給他開咳嗽糖漿 完全一樣 這樣子的部分 你根本不需要處方 你完全可以買到 所以在這種情勢底下 如果說大家都輕症 沒有事 可是如果他在這個過程中 轉為中正中度 或者甚至重症的時候 然後其實很可能 那個問題就會發生 而現在我們又不能夠去苛責 說政府或者是醫院 為什麼 因為基層的 連非醫護人員的行政人員 特別是像雙北這些 這麼多案例的地區 關懷中心的人 已經也快要累垮了 然後專門在寫那個 Paperwork的 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登記表單的 那些人 他光要上傳資料的人 也已經快要累死了 甚至很多人已經受不了了 他們跑去辭職 或者是根本就不幹了 或者如何 所以現在簡直是亂成一團 所以現在我們覺得 政府的問題 除了他不能事先部署 再包含口服 這個快篩劑裡面有弊案 甚至很多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陳時中所率領的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不肯放權 不肯讓地方或者上醫院 決定很多的流程 什麼時候可以讓人出院 什麼時候可以解除 他的管制 如果你這些部分 不讓他更彈性的 處理的時刻 我們真的擔心再下一波 就像我們現在一直擔心的 還沒有到高峰 疫情指揮中心自己也說 還沒有到高峰 可是我們還沒有到高峰的時候 我們就得不到 該有的醫療照護 這就是外國媒體 為什麼非常不看好台灣的關係 因為他認為台灣沒有好的 因應良策 就算我們原來的醫療體系 非常的優秀 我們的醫護人員很優秀 可是你亂搞一氣的結果 譬如說今天又有一個新聞 我看了很痛心 把很多人員調去治療 小朋友的擔心他會危險 可是事實上這些小朋友 很多還沒有到需要插管的情況 可是把人員全部調到 這個部分的結果 讓本來需要插管的一些癌症 或者重症的孩子得不到治療 也可能在這一波就冤死 像這些醫療配置 完全混亂的情形 真的說明這個政府 還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徹底的無能 還有一件事情 剛才永平姐提到的 治療的對症下藥 今天我看到一個報導 他是在講說 網路上有在傳言 就是說治療COVID-19的藥 是不是中重症才吃 告訴各位不是 你輕症的時候 你發現你確診 馬上國家應該就要給你藥了 馬上吃最有效 48小時之內 你就不會變成重症了 結果那個時候不能吃 那時候給你發 一般你在藥店買的 頭痛藥 退燒藥 跟咳嗽劑而已 沒有啊 藥他進了三十幾萬劑的藥 結果他們自己坦承 只發了六百多劑出去 就是因為不肯授權 不給醫院啊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 微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 還原成水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